大家好 我是Shuynia 안녕하세요 很高興 現在 我 我會在表演的表演 一起進行的MC 宋冊姊姊 首先我會介紹 我們今天的MC 就是順天的 歡迎我們一起拍手 歡迎她 寶寶姊姊 寶寶姊 寶寶姊 歡迎 歡迎 當然歡迎緣雅 來到我們今天的現場 大家好 我是今天Fan Meeting的MC 宋冊姊 大家的心情會不會跟我一樣 都是這麼開心呢 對 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我知道 其實緣雅隔了五個月 再來香港這裡 你們應該都想聽她 跟你們打招呼 是不是 好 不如我們有請緣雅 我們打招呼之餘 亦都說一下 為了今次Fan Meeting 準備了什麼 首先 歡迎大家 首先 很多開心 見到大家 好開心 大家 好開心 好開心 大家 好開心 好開心 我 你覺得大聲一點 原來的時候 我 我 在2018年 年 我第一次Fan Meeting 在香港 所以 我感覺到更有意味 首先 2018年 她第一個Fan Meeting 可以來到香港 她覺得很有意思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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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問一下問題 因為知道 其實有五個月的時間 沒有來香港 其實這五個月 緣雅又是怎樣過的呢 做了什麼呢 首先 最近 在巴黎上 有時間 所以 帶來 首先 她這五個月之內 有去過巴黎 因為她在裡面做的 我幾個月 今次 在Fan Meeting 練習了 然後 要為了 Fan Meeting 練習了 我 要 活動 活動 經歷 看見 為了 今年 看到Fans 大家 都要準備 所以 準備 要 完成 專輯 對 這樣寫了 對 差不多了 我知道 好 再問想知道 其實再次來到香港的感覺又是怎樣呢 他就說來到香港都很開心 每一次來之前都會想 機場會不會有粉絲在等我呢 因為每一次來都會有粉絲在等她 你們應該會等的 應該是嗎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再問問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貝貝這首歌 就是當時二十多歲的原雅唱的歌 不知不覺原雅又大了 韓國年齡是算的 究竟今年的他又會有什麼夢想呢 是的 對 好 私人很好夢想 所以我每次的舞蹈都做了很多的粉絲 所以我每次的粉絲都找到 和聯絡 那種夢想 所以我每次都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每次都要做一些小的事情 我都想要開始的心 那她就說 其實沒有一個大的夢想 但為了可以跟粉絲有這麼多親密接觸 見到他們 所以他們要由很少的事情開始去做 才可以有多些機會見到大家 啊! 而且 我去年之前 在香港的粉絲上 一遍更多的粉絲 可以再來 希望今年月結前 可以來一次這裡 再跟粉絲一起走 要再次再來 要多點來 好了 又問一下一條問題 因為知道其實就算不在活動期間 平時的懸賈 亦都是非常之以成為大家的話題 特別是懸賈的Dated Fashion 不單是韓國 全世界的女生都會跟著的一個Fashion Icon 所以都想問一下 其實這個Dated Fashion究竟的重點是什麼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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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喜歡的 謝謝 喜歡的 喜歡的 我喜歡的 喜歡的 我喜歡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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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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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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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好 我會唱《Red》 《Red》 我會唱《Red》 一起唱《Red》 一起唱《Red》